以后方之南新总理李强在星期六继任之后 他当然会持续拼经济的利调 中国现在的以后很多行业迎来一波复苏 我们已经提过了像是中港通关 他显然会刺激房市 那第一个得力的区域就是广州 他在二月份单月卖出将近一万套房 成绩算不错 另外就是中国和缅甸边境的云南瑞丽 它是一个珠宝浴室市场 那么现在全面回归 在当地有一个直播基地 目前数据显示 每天的单日销售能够冲上人民币一千万 而复苏最明显的是跟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一样 就是民航航空业 上海两大机场的航班 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八成 航空公司就是没有人拼命的真人培训 好 这样后最后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从最基本的体态训练开始 大陆航空业加速回归 人力培训成了当务之机 三月份送训的话 基本上都能赶上暑运 今年大陆夏季航班有望冲上高点 要抓准复苏机会 一定要趁现在把人手补齐 不仅是空服员训练 即时也得重新熟悉飞行 比疫情前的训练强度更大 光是大陆一家东方航空 二月份针对空服员地勤等岗位培训 已经达到39批次 全年培训计划预计将达700多批次 近期上海两大机场浦东跟红桥 航班量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八成左右 二月十六号到二十八号 上海浦东虹桥两机场 旅客吞吐量292.1万人次 航班起降两万两千八百一十八架次 今年的一月份 我们航班数量和去年同期相比 已经实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那到今年的第一季度末 也会重启上海和苏力士的直飞航班 不仅是航空业 大陆各行业都强调要找回过往荣景 在中国大陆和缅甸边境的云南瑞丽 在三年严格防疫间 让当地主宝玉石行业受到莫大冲击 如今毫无阻碍商家再度回归 对他的时候就是全部停摆 不管是从物流上也好 经营上也好就全部停摆 从业人员可以说是流失了百分之七八十的这个样子 挥别先前惨况 瑞丽玉石市场最新规划的一处 专属直播基地 大约一百格直播间商户 日均销售额能达人民币一千万 大陆最担忧的房市问题则有缓解迹象 随着中港全面通关 临近的广州二月份卖出九千九百三十八套房 比一月多出七八成 更是当地自2021年五月推出防住不炒政策后最高纪录 基本上通关之后就我已经是第一时间回来 因为始终每次回来都要住酒店 其实价值得挺重 当然都我们这里去机场很近 我住在这里其实二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已经可以到机场 虽然房市交易升温但广州的房价还没出现大幅上涨 当地中介表示由于前期房屋库存量太大 一时之间不可能完全消化完 就算是二月份消化了一万套 那后面还有十几万的库存量 对你现在如果说买的话还可以挑还可以选还可以给业主奖价 这波房产买气能持续多久 大陆市场积极复苏也力拼稳定才有机会回归过往融进 TVBS新闻综合报道